但是我刚才就想说这个风 它那个风出来是柔的 不是说一下子吹到你 对就还不错了 就差这么一丢丢 但是灰藤也不存在了 所以目前古斯特还是最好的 是吧 你怎么那么会说话 那肯定了 这个 但如果说驾驶上面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可以稍微再提升一点 就是它的油门的响应 我觉得它是刻意的去避免地脚 那种冲的感觉 前面一段它是留了一点点虚位的 你踩下去是不动的 其实你不能感觉得到 这是一个6.75升V10 800多牛米的发动机 你感觉不到的第一脚 你要它快的话 你要先让它这个车响应起来 然后你再往下踩 它的那种动力就会来得更加直接 新的这一台古斯特 现在是跟库里南和幻影 是用一样的架构 你觉得其实对于车主来说 这个事情重要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重要的 就是我买一台老师来的车 它如果跟幻影是用一样的平台 肯定要比跟七夕用一样的平台更好啊 哎呀你怎么买个跟七夕一样的车